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都叫凡乐意进行他教导的都可以得着他所应许的赏赐 今天所思想的经文是关于大卫搬运耶和华神若贵的故事 圣经《撒母耳记》下六章也都有相同故事的记载 不过今天的灵修只会集中在历代智里面的经文 经文一开始就让我们知道大卫和一切的首领都认为 有耶和华神的约柜在他们中间 就可以在约柜前向耶和华求问 这个看来是一件非常好和非常重要的事 所以经过商议之后 他们都同意将约柜从基列耶林运到大卫城来安防 但在本运约柜的过程里面 竟然导致了亚比拿达的一个儿子 污杀 被耶和华所击杀 当场就丧命 这件事的发生 使得大卫心里感到受烦和不安 甚至对神深深惧怕 于是大卫就决定取消将神的约柜 运到大卫城 改为送到加特人 俄别以东的家里面 对于大卫搬运约柜一事 本来就应该告一段落 不过圣经作者 却是给了一个的后继 清楚地让读者来知道 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 与他一切所有的 我们看到 大卫在搬运耶和华神的约柜的过程里面 对神的态度产生了变化 从第八字极的经文 作者让我们看到 以色列人对于神的入柜的来临 表现得极为兴奋 但当意想不到的意外发生 有人死在当场的时候 整个的气氛就产生了180度的转变 对大卫来说 污杀的死似乎是不应该发生的 明显 这个是大卫所没有预期 和所能够理解的事 我相信大卫原初 要将耶和华神的约柜搬到大卫城 得意在约柜前向神求问 这个动机和行动 对他来说 是应该可以得到神的喜悦 欣赏 甚至是赐福 殊不知 这个并不是必然和唯一的结果 实在令人意想不到 不过当大卫深生惧怕的时候 圣经作者他在第十四节的记载 再次来到表示出 有耶和华神的约柜的人 就能领受从神而来的赐福 或者对我来说 更加正确的说法就是 耶和华是那位乐意向人 施恩赐福的神 甚至不需要人 有任何刻意的想法或者行动 因为耶和华神本身 就是慈爱的主 从今天的经文 让我反思 作为属神的子民 我们会不会因着 经从这一位全能独一的神 祝主来到塑造我们的生命 叫我们更加贴近神的心意 让我们一同来到祷告 天父求祢保守和带领我们 帮助我们借助祢的话语 得享神为我们所预备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